这一期的节目还是讲中华秩序的最后一段 因为中华秩序这本书确实是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算是很经典的 能给我们履行非常多的思路 所以说我用了三期节目来讲这一本书 那么最后这一段 如果大家没有看我前面那两期的话 我建议还是先看我前面那两期 因为那两期节目介绍了中华秩序的特征 还有它过去的从古代到近代的 这样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特别强调了就是中华秩序它的内核 就是这个秦汉政体是如何出现的 如何增强的 并且在过去的几千年中 在中国是如何的适应这片土地 适应这片人民 然后跟这个国家的文化 这个政治文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看看前两期 这是按照历史顺序顺下来的 并且把重要的东西 其实在那两期都讲到了 这一期我们讲的更现实一点 就是这个晚清到民国 然后再到现在 那么首先我们要打破一个迷思 就是很多人说 这个过去是一段非常屈辱的百年的历史 这是共产党 这是这个甚至包括国民党 一直在给人民灌输的一种概念 就是过去我们非常屈辱 现在我们不再屈辱了 我们现在富裕了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我们看到 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说 从晚清到民国 如果我们从1840年开始算 1840年到1940年 这100多年 不仅不是屈辱的时机 它反而是中国在全方位的向外学习 并且开展了各种各样伟大的实验 并且取得了根本性的变革的 这样巨大进步的时机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清除这一点 这颠覆我们过去的认知 就是这段时间 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我们开始进入现代化 开始开放 然后中国人的世界观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是个好事 不是个坏事 现在被舆论宣传 包括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 都感觉好像这个是屈辱的历史 是很糟糕的 是很坏的 这也是我小时候就被影响 我看到八国联军这样的电影 我都会哭 会流泪 看不下去 就是很痛苦 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痛苦 那是我受到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教育 这种洗脑教育的一种感觉 但实际上我们今天 必须要打破这种洗脑 那么从1894年到1931年 这段时间 中国的GDP 它的增长是3.52倍 如果我们算是 在晚清到北洋时期 就是1912年到1921年 这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 当时的中国的GDP的增长率 每年高达13.6% 这个是一个飞速增长的 快速进步的社会 怎么就变成屈辱的历史了呢 那么晚清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上一期节目曾经讲到 晚清或者是清朝大清帝国 它实际上是中华秩序的一个极大成者 一个巅峰 这种巅峰就是秦汉政体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很有创新的方式 巩固加强到顶峰 这也是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个灾难 经济停滞 人民生活很困苦 非常的愚昧落后 马格尔林访华 看了这个现状 就是这个大清帝国 外强中干 非常的虚弱 乾隆帝还美滋滋的认为自己 实权老人 有多大的这个辉煌的成就 实际上在这个英文人看来 真的是不仅这国家是不堪一击的 而且是愚昧落后的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欧洲人 是挑战了这个中华秩序 并且结束了这个大清帝国的中华秩序 那么这种大清帝国的倒台 实际上是意味着 那个曾经的时代 就是中国人没有自由 没有创新 技术落后 物质匮乏 那个时代的终结 所以说看到了大清帝国倒台之后 虽然是有战乱 没有错 但是实际上 我刚才讲到这些数据也证明了 实际上是有引入了西方的技术 西方的文明是飞速发展的 当时的这个想法就是西化 对吧 全盘西化 当然了在清末的时候 这个帝国是很恐惧 这个满清王朝的垮台的 同时他更恐惧的是什么 就是2000多年来 这个秦汉政体 和这个秩序的瓦解 所以说当时提出了 诗一长计以至一 中体西用 就是说我在巩固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 和意识形态 只是有限开放一些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开放 贸易的开放 仅此而已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即使如此 即使他为了保住大清帝国的国本 采取中体西用的策略 仍然有很多的进步 特别是作者提到了 八个国家在中国成立了二十多个租界 这租界是对中国的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现代化的邮政服务 电报 铁路 中英文报刊 学校 医院 银行 都是在这些西方人的资助和帮助下成立的 包括在这个租界出现的 所以说这些都是巨大贡献 还有提到了很多的外籍人士 其中特别提到了美国人普安臣 他是代表大清帝国出访 开创了中国近代的外交 而且和美国签署的这个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 让美国给中国一个大清一个最惠国的待遇 并且把中国的向外的移民和留学给合法化了 这个是他的很大的一个成就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贺德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历史教会书上也讲到他 虽然是一笔再过 就是他执掌中国的海关 担任这个海关总税务司 长达几十年的时间 可以说这个海关是中国所有的部门 大清所有的部门里唯一的一个不贪污 没有贪污腐败现象的一个部门了 也可能有 就是说相对而言 就是最连接的一个部门了 因为他掌管的人 包括贺德爵士 然后后面的一些人 很多都是外国人 都是洋人 来帮助中国来建立这个海关体系 只有这样的话 大清帝国才有钱 才有税收 当然这也要提到了 就是这个晚清最后他推出了新政 那么这个新政 其实是他的这个中央集权的这个衰落 所导致的 他不得不推出这个新政 并不是他真正想 有真实的意愿来推出这个新政 这一点要注意 所以说他还是想守住他的骨本的 实际上大清最后的这个待遇还可以 就是他没有被满门抽载 还没有被灭族 最后他还是走的比较体面的 离开这个故宫还是比较体面的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少见的 那么这个原因 为什么这次就这么文明了 原因就是这次的改变 是西方秩序输入 西方文明进入的结果 而不是像过去那种 过去很多情况下 都是内部的叛乱 篡夺 然后农民起义 这种情况 一般情况下都是非常血腥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到了民国 民国他实际上是延续了大清的 一个实验的一个步伐 然后经济增长 社会进步 也是持续进行的 有很开放的一个时代 特别是北洋政府时代 私有企业蓬勃的发展 而且人们也获得了空前的自由 那个时候特点是地方资质 和西方文明的输入 地方资质 他就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中央集权 就不是一个皇上说了算 随时可以把这三万人满门超转 做不到了 做不到了 所以说相对于说更文明一点 而且当然还有西方的技术输入 西方人进来 这都是一个继续的 在走一个西化的道路 会有战乱 会有 包括后来的北伐 对吧 他会有这种争斗 这种争斗更多的原因是在于什么 还是大家都想要有中央集权的体制 还是想统一 就是想恢复中华秩序 有这种冲动 所以才导致了混乱 因为大家都想追求一种大一统的中央政府 或者是防止被别人吞并 被别人统一 所以导致了这种征伐的出现 但总体来说 他还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 在进步的 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五四运动 一个就是北伐 五四运动是个好事 它是个启蒙运动 讲的是德先生 赛先生 是民主和科学 什么东西 这就是西方的产物 这是西方的全文西化的思想 但是很可惜 最后慢慢慢慢演变成了什么 演变成了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 开始在中国出现 借五四运动 开始冒头 最后五四运动变成爱国主义运动了 变成去打北洋政府的官员 最后去排外 反对西方列强 变成这个了 实际上它就变味了 那么同样的北伐也是 北伐也是要有这种冲动 要大一统 那么说到北伐 就不得不说国民党本身 它的一党专政的体制 那么国民党的政府 国民政府 它本身是软弱 和有限的一种秦汉政体 包括它的组织结构 人事认命 意识形态 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一些政治观念 和行为规范 这也是为什么 它虽然有这样的体制 但是它是因为比较弱 它还是能够创造一个 比较好的成绩 比如说它创造了 所谓的黄金十年 对吧 比如说1927年到1937年 这十年间 中国的工业增长 达到了每年是9.3% 我刚刚讲北伐 实际上也跟国民党 本身它的改造有关系 就是它的苏联化 它为了北伐 为了巩固国民党的权力 它不得不接受苏联的指导 最后变成苏联化的 就是苏联的一个小弟 这个苏联化实际上意味 就是它要增强它的秦汉政体 它要集权 才能够保持它所谓的大一统 当然这种大一统 是名不副实的大一统 就是北伐之后 那么什么结果 就是一方面 它要不然自己就变得 必须更加的独裁跟专制 否则的话 你根本没法北伐成功 你根本就没法团结整个党 对吧 团结人民 或者是从很多地方那 强迫一些地方 上交税收 上交款项 这样才能买军火 才能打仗 对不对 所以它必须增强它的体制 就是更加独裁 更加专制 要不然什么结果 就是被另外一个 你做不到 别人可以做到 所以另外一个更加独裁专制的体制 更加强的力量所消灭 就是这两条路 自己要不然变成坏人 要不然就是被更坏的人消灭 这就是国民党最终的一个结局 实际上确实是印证了 那么后来讲到二战 就是中日之间的战争 那么作者认为是国民党 试图的挑衅日本 当然这种挑衅日本背后 是受到了苏联的驱使 最后给中国带来灾难 当然你说 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放在国民党 一个党的身上 这背后是有苏联的教唆 同时当然最大责任 当然还在日本的军国主义 对吧 但是这个军国主义 我们要了解 它是继承了 曾经日本的泛亚主义 就是认为 我们是要 它其实是一种 日本版的中华秩序 就是要实现一个大一统 然后建立一个 大东亚的共荣圈 它所谓的叫新亚洲 来取代现有的一个国际秩序 日本是通过这个方式 来挑战国际秩序 自己要出头 要成为霸主 对吧 这也是他们 日本版的中华秩序实际上 所以说双方都有责任 国民党也有责任 苏联在背后 很大的责任 还有就是日本 军国主义本身 这个也是日本的一个传统 那中间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比较低迷 在之前 这国民党怎么建立的 新农会怎么建立的 对吧 这还是日本的 什么黑龙会 日本的这些人 他们帮忙建立的 所以说推翻满清 就有日本的功劳 最大的功劳 可以说是日本人 所以说日本觉得 我帮你推翻了满清 对吧 那么现在 你建立国家 现在要仇视我们 仇视日本 跟日本作对 对吧 我建立满洲国 你们都不承认 那么好 那么最后要打一仗 那么既然你是扶不起拉斗 那我来 直接出面 来控制中国 来建设中国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殖民主义的想法 那么说到中华民国 它是一个 威权主义的中华民国 它最后是被一个 更不民主 更加专制独裁的 更加极权主义的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取代了 对吧 那么 作者认为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 因为是在制度上 和意识形态上 都是一个大倒退 因为 我们之前讲了 这个 大清帝国的 这个中华秩序 也就是秦汉政体 瓦解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后来被 中华民国所取代了 中华民国相对来说 又开始要恢复 这个中华秩序 相对来说 它当然没有 过去的这个帝制 那么有 就是扩张的野心 这个 但是 但是它为了自身的这个利益 为了自身的生存 它还是会 搞独裁 搞专制 但是它可以每次训约 我是训证 但是 但是它 仍然是一个更加 集权的一个体制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那么这个体制 说太集权 又不够集权 说不集权 说民主 又不民主 所以它是介于中间的 所以它最后会被一个 更加集权的体制所取代 就是共产党的体制 当然共产党背后 是有苏联的支持 扶持的 这个 中共成立的第一年 它94%的预算 都来自共产国际 所以它是一个外来政权 那么 当然了 1926年的时候 国民党改造 也是变成了 共产国际的 在中国的一个分支 等于是都是分支 而共产党是个备胎 共产党变成了备胎 实际上 苏联是要扶持国民党的 最后 这就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结局 就是苏联是一个真正的 强大的实力 就是整个中国 你内部再怎么混乱 再怎么斗争 最后 还是被苏联要收编 不管你国民党 什么共产党 斗得多凶 还有那些其他小党 最后要听苏联老大哥的话 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 然后我们看到 1929年 当时的中东路事件 在满洲 国民政府跟苏联发生冲突 那么共产党口号是什么 是武装保卫苏联 这可以看着出来 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 它并没有代表中国的利益 反而是代表苏联的利益 对吧 因为它是什么 我刚讲了 它是一个备胎 它要转正的 所以说它当然希望 国民党跟苏联闹翻 它可以成为苏联的扶持对象 来夺取政权 事实后来果然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后面就不讲 内战的整个过程 还有共产党在崛起的过程中 所使用的手段 包括打土豪分田利 这个我们都说烂了 这个作者引用了很多的研究资料 很多的数据 证明这段历史的血腥 当然还有毛泽东 在共产党崛起当中的作用 那么后面我们讲一下 1949年建立起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这个国家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中国 是列宁斯大林主义专政体制 和中国传统的中华秩序 也就是秦汉政体的 一个完美的结合 列宁斯大林主义什么意思 比如说党对军队的控制 垄断中国的国家经济 然后重视洗脑教育 还有宣传工作大外宣 然后搞阶级斗争 煽动民族主义 然后通过统战进行渗透 还有这些所有的这些手段 其实都是来自于苏联 都是苏联拷贝过来的 完全是模仿的 那么如果说到 传统的秦汉政体 它也是很相似的 对吧 那么它唯一的差别就是说 毛泽东的中国 是法家极权主义的独裁 它取代了过去那种 用儒家做一个包装的 那个威权统治 也就是毛泽东建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的中华秩序 比历史上的 帝制时代的 更加的强大 更加的极权 那么1949年之后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 这个共产主义的革命和中国 这个传统的中华秩序 它的惯性之间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那在这种双重的制度的结合之下 那当然带来的就是无尽的痛苦和灾难 比如说所谓的这个土改 土地改革 处死几百万的地主跟富冬 然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消灭了民营经济 剥夺大量的民间的资本资产 还有就是肃反 镇反对吧 处决了大量的所谓的阶级敌人 就是过去的那些 这个在旧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 官员 在这其中 毛泽东一拍脑门就说了 我们至少要关5%的人口 和中国0.1%的人口 要全部处决 他就一拍脑门 就给出这么一个0.1% 这有多少人 几百万人 基本上就是毛泽东这个暴君 对中国人民进行了一个大屠杀 然后后面还有三反五反 对吧 那么到后面是社会主义思想改造 就是给人民来洗脑 来实行愚民政策 培养韭菜 那么在斯大利死后 又搞了反右的运动 也是数百万人被打成右派 监禁 劳改 虐待 处决 这些全部都是中国 培养出来的 这样的非常有知识 有文化的优秀的知识分子 优秀的人才 可以说被清洗得很干净 剩下的人基本都是幸存者 然后这还没完 1958年又开始搞大跃进 至少造成了3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目前官方 我加一句 这是我所知道的 官方承认的是 现在已有1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了 这是当时 我记得是胡锦涛时代 中共重新修改党史 爆出的这个数字 他承认是1000万 以前不承认的 坚决不承认的 后来他承认是1000万 实际上现在民间的一个统计 至少是3000万人 然后大跃进之后 又搞了四清运动 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文革 党内大清洗 然后在民间 也是再一次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保守估计就有几百万人 按照这个叶剑英的话说 至少上亿人 一亿多人受到了牵连 那么整个折腾了这一圈 最后毛泽东的这个实验 或者说毛泽东的这个统治 还是失败的 就是他人一死之后 立刻就发生了这个宫廷政变 他老婆就被抓了 然后呢 这个他过去的这些政策 全部被颠覆了 他的这些信任的人 也都是一个个都进去了 对吧 那么这就后面的改革放到了 那么这改革放虽然来了 但是这个秦瀚政体 仍然是存在的 这种虽然他有一个内部的制度化 但是他这种制度化是不稳定的 在邓小平传位给了江泽民之后 有两次的这种政权的交接 一个是江泽民给胡锦涛 一个是胡锦涛给习近平 这两次交接 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1949年 建国之后 最难得的两次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 但是他也估计也只能持续两次 后面他又发生了不稳定 本身这个体制是不稳定的 虽然没有世袭 我们也看到了 共产党自己内部是在培养红二代 太子党作为第二梯队 对吧 他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世袭 然后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展开了大清洗 在我们看来就是毛泽东的 当时的极权时代的回归 那么我们看到目前的差别在于 现在习近平搞的这些忙左走 还没有到煽动群众运动的程度 毛泽东是煽动群众运动 来搞掉他的敌人 但是目前习近平 他是走的中纪委路线 就是通过中纪委秘密警察 这样子以反腐的名义 进行党内的清洗 所谓的反腐已经完全政治化了 是他在有选择的 来应于他清除政治对手 并且重新分配职位和寻租利益 通过这种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利 就是重新的分蛋糕 由他来分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普通人也能感受到 当然今天也已经感受到了 就是比如说言论封锁更加的严格 互联网管控更加严格 这都看到了 也是影响到我们普通人了 那怎么能影响到我们普通人的生计 甚至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 这个可能是后面未来就会出现的 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那么我们知道中共 现在对中国的垂直管理 它是渗透到所有地方的 它掌握整个社会 渗透到乡镇和农村 包括最近习近平搞的 这是我的一个分析 书上当然没有了 就是他搞的打黑出落 对吧 打黑出落特别是在农村 中国农村地区很多的标语 打黑出落 为什么 就是农村有这么一些抱团的团体组织 包括一些村干部 也是跟他们勾结 这些人都组成了一些势力 地方势力 虽然是很小的 在村籍的 乡籍的 镇籍的 但是他们仍然是损害了习近平 或者是党中央 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掌控 那么他必须要进行掌控 那么这种掌控 全面掌控 实际上就是促进了 这个社会继续的原子化 和普通人在政治上 被边缘化 普通人是没有权利的 全部被打散了 全部是原子化的 个人都是单打独斗 怎么能斗得过 共产党这个组织 这样他才能让社会稳固 他才能统治这个社会 所以说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秦汉正体的标志之一 在古代叫做编户齐民 所以说他的控制社会的程度 这种极权的程度 已经超越了过去上千年的帝制 那么很多人可能说了 你不能忽略了中国经济发展 实际上在1949年之后到今天 这一段历史 我们如果去看 在作者看来 它是一个次优化的选择 什么意思 就是在1949年 它的见证到今天为止 它出现了 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大的人祸 它的经济发展 根本就是没法去洗白 这个政权的滔天的罪行 所以说更何况 作者还拿出大量的数据 和研究资料 证明就是所谓的后白30年40年的改革开放 它也是被夸大 它的成绩没有那么好 它是被夸大的 它只不过是体量大 人口多 所以显着好像是成就有多么非凡 实际上没有 我之前曾经专门做期节目来讲这个 对吧 引用了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 它并不是很高的 并不是全世界最高的 很多的国家 它的创造的 按照这个人类发展指数的话 那比中国更是奇迹 比如韩国就是一个典型 那么可能有人就问了 那么中国的现在的党国体制 也就是延续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的党国 以及中国传统的秦汉政体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走向何处呢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 我们知道在国际上 是有一种国际竞争的 而这种国际间的竞争 比较实际上对共产党 在中国的这种一党专政 是一种威胁 所以它为了保证 它的政权的生存和安全 它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个就是要在整个已知世界 全部都笼罩在它的中华秩序之下 就是都听它的 另外一个就是要跟 它不受控制的外部世界 进行一个隔离 这是秦汉政体 它的内部逻辑所决定的 这也是过去地质时代 国家包括大清大明 这些国家实际上都是这么做的 那么中国的外交政策 我们看到现在的 就是与这个国际秩序 也就是这个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大家想了解 什么是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或者西法利亚体系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节目 那么二战之后 现在普遍接受了 就是民族自决 主权平等 自由民主人权 这些普世价值 这跟中国现在展示了一种价值体系 这个中华秩序是格格不入的 是有冲突的 所以它必然会发生争斗 所以说按照作者的原话 作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来就是一个 现存国际秩序的造反派 只要有可能 他就会按照自己的政治制度 和价值规范 寻求对当今的世界秩序的 一个革命性颠覆 从而确保中共领导层的安全 和权力的稳固 这是它的内部逻辑 比如我们从韩战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当时外部冲突 实际上对毛泽东 提供了一个非常充足的理由 和极大的一个方便 来有利于它动员国内的群众 然后发动清洗 然后发动屠杀 然后煽动反西方的情绪 对中国人实现了一种精神上的控制 从而它巩固了新政权的统治 所以说1949年之后 不到20年时间 中国这个新中国 就跟几乎所有的邻国 都进入了一个冲突状态 甚至跟美国跟苏联 这两大世界超级强权 直接开始对抗 你看起来这个做法 非常是难以理喻 你新建了一个国家 你就立刻与所有人都为敌 这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 毛泽东的这个决策 对他的权利和重建中华秩序的野心而言 实际上是非常合理的 而且也是非常精明的 这是有利于他的统治的 在同样的一个逻辑之下 今天的中国实际上也一样 这也为什么习近平现在 跟这么多国家都闹掰了 对吧 那么国际秩序 它不是中华秩序 所以说它是有竞争的 它是有政治角力的 这种竞争关系实际上给中国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比如说美苏争霸 中国就投靠了美国 对吧 那么就实行了改革开放 它就是抓住了 在国际舞台上有制衡的机会 钻了这个空子 它体现出它的一个利用价值 那么但是它的本身的体制 中华秩序 秦汉政体的体制 它的内在的逻辑导致了 这个只是它利用的一个阶段 实际上就是当它 为了自己的政权的生存的时候 它还是要不得不露出 它过去本来的真面目 所以说我们看到了 今天的习近平 为什么越来越像毛泽东 那么我再总结一下 之前这三期 就是讲到说中华文明 其实最好的时期 当然中华文明这个词 也是这个想象出来的 实际上最好的时期 就是中华秩序最衰弱的时期 或者是不存在的时期 我们之前讲过了 衰弱的时期 宋 两宋 还有就是这个不存在的时期 那就是先秦 这是最灿烂 璀璨的一个时代 经济空前发展 人民最自由的时代 而现在中国并不是 一个衰弱的中华秩序 反而是一个很强大的中华秩序 它是一种伪装和美化过的 一个秦汉帝国 由于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 内在逻辑 它的中国梦就值得警惕了 按照作者的话说 就是它的中华秩序 它要复兴 中华人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把全世界要置于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之下 一个独裁者 而不是法治的制度之下 就是中国梦 是要把19世纪以前的中华秩序 它的长期停滞和专制主义 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包装 来替代现有的当今的国际秩序 也就是后西法利亚的体系 所以说它未来要这么做的话 必然对这个事件造成深重的灾难 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 那么这本书到这里 我就基本讲完了 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 支持一下王飞玲教授 未来我们会讲更多的 比较好的 最近这几年出版的 社科类的书籍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